对于行动不便或是独居的长辈来说 过年大扫除是一件相当困难且力不从心的事情 南柔县教育关怀职人发展协会 有感于这样子的情况 从去年开始帮助中牙乡内独居 或是行动不便的长辈打扫家里 我们过年前大家都家家户户都会打扫 然后因为我们协会都有在做关怀访式 那会发现一些独居长辈 还有一些身心障碍者 他们其实要做过年前的大清扫 就是有点力不从心 这个活动是从去年开始 去年农历春节我们也有做这个活动 然后还有做萝卜糕 点心送给他们 然后也会帮他们做居家打扫 去年跟今年都有 连去两年在过年之前 帮助中牙乡内行动不便 或是独居长辈打扫 志工们除了乐于付出之外 更喜欢大家打扫完的成就感 对啊 这样打扫完 不然我都想说 天年我都好拼 身体好多才拼 这样想 打扁我当然也很高兴 不然我自己 我好好地讨论都会出去洗 衣服都会出去洗 我不会说这样 没洗 去年就他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是没有常来 可是后来我就礼拜四公休 我就会过来 对 很快乐 尤其是那些老宝贝 哇 真的是很好玩 觉得说这样 他们快乐我也快乐 仔细地擦拭房子里 各处有灰尘的地方 打扫厕所 浴室等等 让长辈们可以开心迎接新年 不必烦恼大嫂族的问题 过年前家家户户都会大嫂族 但对于长辈来说 大嫂族是一件相当困难 且力不从心的事情 希望通过南投县教育关怀 职能发展协会的帮助 能够让乡内更充满温暖与爱的氛围 一起迎接新的一年 记者永胜 终了采访报道